再看一下俊阳阿姨的经典之作 《又见一脸幽默》 我妈真的好喜欢看这个 小秘密在其中 以前我妈说些铃声啊 那些年在湖南卫视热播的 经典求疗剧 今天回忆再现 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朗朗上口的经典台词 你还记得多少呢 以前有过一个《一脸幽默》 这是又见《一脸幽默》 也是俊阳阿姨的 这个剧不是火弹会是翻案派的吗 他那个时候搞了一个活动 叫做寻烧子铃 我告诉你因为那个时候 那是因为我没有报名参加 我参加的话 现在那个子铃就是我 你在看我 那这部剧可能播不了吧 会进不播吧 不会的 突文引起强烈 不是举报了 等一下 你有漂亮的眼睛和眉毛 还有挺拔的身材 承蒙夸奖 谢谢谢谢 他的身材超好的 我跟他一起拍广告的时候 完了以后他要这样摸着我的脸 对不起 你的手指表面了 我的按滑脸 二环里有芳花 梦里的二环 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 有钱 有社会地位 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挑选到最可爱的女人 你怎么会要一个幼稚 一个一无所知 失意路迫的我呢 好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 然后他也把对方